台北市政府8號舉行區裡座談會 中正區里長何國隆提案 希望能放寬中正紀念堂外圍建物的高度 從原本的53公尺以下提高到60公尺 對此柯文哲說將針對都市計畫 全盤檢討的時候再拿出來討論 以前限高包括國務紀念館跟中正紀念堂 我想那個有特殊的時代背景 那我後來想一想也不需要說個案去處理 所以現在是在中正區的都市計畫全盤規劃 全盤檢討的時候會把這個問題再拿出來 再做一次重新的整理 但有地方人士認為一旦放寬建物高度 可能導致建商新奇炒房樂 再加上中正紀念堂臨近博愛特區 可能引發危安疑慮 對此柯文哲認為博愛特區位於台北市中心 不僅阻礙經濟發展 還可能製造交通困擾乾脆通通搬遷 所以老實講如果中正紀念堂可以簽走 我早就主張把那個什麼 中通府立法院行政院監察院 還有那個總統管理 簽到那個比較不會妨礙交通的地方 中正紀念堂要放寬限制 明顯難度較高 何況促進經濟發展的方式白白種 要以犧牲國家安全的方式當作代價 似乎還有待商榷 凱博大台北數位新聞 王正新採訪報導 到時候 到時候 後退堂 開箱 內容